今天我們請到一位帥哥 他長得這麼帥 可是他也是全美國排名第一的羽毛球員 那他也將代表美國隊 前往里約的這個運動會 那其實每次我就覺得說 看到你們這種 就是覺得好事 是非常非常的不簡單 尤其是美國排名第一 那我想說了解一下 你從一開始是為什麼會選擇 羽毛球這個運動 其實我小時候有打很多運動 從五六歲的時候有打籃球 棒球 足球都有在打 然後我大概到八歲的時候 就有開始打羽球 其實我覺得這個運動還蠻特別的 因為這個運動 你要當一個好選手 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Factor都需要很厲害 就是假設你當一個好球 你要有速度 要有爆發力 然後加上你要動頭腦 其實這個運動當然要動頭腦 才能變一個好選手 那你是怎麼樣 就是說同時兼顧學業 但是又同時把自己訓練得這麼好 其實我大一 我大一讀完的時候 我那時候想說 我想拼2012年的奧運 所以我那時候就第一次有想說 好 讓我看可不可以停學 看專心練球會有什麼成績 結果我停了大概半年的時間 那個半年的時間 其實我成績都不好 我覺得那時候我的那個 Life balance就不對 就是沒有遇到朋友 然後就只有在練球 我就覺得不對 所以我那半年完了 我就回到學校 然後把最後三年的大學 也把它顧完 就把它讀完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 我覺得有把這兩方面 有balance好 其實我覺得對生活比較正常 其實我真的 常常跟人家開玩笑說 我大學那時候都沒有睡覺 真的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們 我大學我還蠻晚的 然後有在練球 然後又有讀書 然後其實那時候也有在intern 所以那時候其實時間很少 可是我覺得 當然是就不能浪費時間 你成為美國代表隊的這個qualification 你是怎麼去approach這個pro 整個的這個過程 我覺得其實我大概打到 奧運記憶分打到一半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維持到第一了 可是這種東西很難講 因為後面的可以追上來 追得很快 所以我一直就是 我有大概有三四個月的時候 我都沒有去看排名 因為我覺得看排名的時候 壓力會很大 自己把球練好 然後出去打比賽 專心打比賽 然後剩下的就是 It's out of your hands 你接下來就要去禮約了嗎 那你希望在這一次的比賽裡面 你希望達到一個什麼樣的目標 因為美國男單 沒有很好的成績過 所以我就想進去 然後看Koviki produced the best result for US men's singles 對 那你自己最喜歡的選手 我自己最喜歡的 當然是林丹 我覺得他是我們這一年代 當然他贏過兩次奧運金牌 然後這一次有機會贏第三次 我覺得他是我們這一年代 最猛的選手 哇 今天跟數字號聊了這麼多 真的讓我覺得成功沒有僥倖 而且像你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時間這麼的有限 同時學業要顧好 體能又要顧好 那我也是希望 就是說你在禮約 有一個很好的成績 而且可以跟你的偶像 就是林丹打到球 那在這邊真的是 Wish you good luck at Rio 謝謝